走过来一眼就被这块石头深深的吸引住了 老规矩我们先看它的这一侧面来 相对而言比较普通 切开以后漂亮了 这种春袋彩看的真的好舒服呀 这么厚基本没有用的 但是中间包括这一包够用了呀 这种手肘打出来的价格是真的高啊 不是一般的高啊 包括这边是稍微差一点的位置 我们可以转过来 怎么看怎么都好看 像这种料子真的 虽然它的种不是很好 但是它的颜色可以完全的把它的种什么掩盖掉 你只要看它的颜色 那就够了 太漂亮了 我感觉我都可以抱着它睡一晚上 天呐 这种颜色看上去像假的一样 春袋彩 小小的白白的细细的这一条一条的 全是系列呀 你不要说手拙了 取个牌子挂件都能 中间这个白色的像不像拿纸糊上去的 拿手能够抠掉一样的 但是并不是 它是天然的 长成这个样子 这块料子很奇特 对不对 黄色里边的这个比较脏一点的 类似于油青的感觉的 里边再是白肉 而且它这个形状 它这个蟹线特别的分明 其实这块料子可以整体的去雕一个摆件 还是相当漂亮的 你非要把它切开以后 也可以这样 这边做磨脸 这边做佛脸 一面之间也是可以雕 但是个人觉得这个要拿下去以后 一定要整体雕 做摆件我觉得是它最终的归宿 发现一块很神奇的料子 看到没有 来1万5的一个底标价 神奇在哪里呢 我们一般玩的黄斐 红斐 它是雾层 对不对 这块料子它是红心 使我想起来红心柚子 那么这底子还是脏了一点 就是觉得很奇怪 很好玩 料子中间是红的 旁边它是脏的 所以说王翡翠真的切石头 你能够看到很多奇形怪状的 切开以后 让你又开心又好笑的 各种各种都有 人生百态 我跟你说切石头全给你切出来